我再往下縮一點 我縮成30 可是之後呢 我再來外面說 不好意思我要新增個兩公頃 不要大喔 兩公頃我說 不好意思我旁邊有需要更多的放置土方 放置原料石或放置什麼 我就增加了一兩公頃 倒入用地 慢慢的補翻你纏食精吞下去 這就是操縱制度了 可是它整個礦泉的部分就是經濟部份的 對 他們我們採礦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礦泉泉的申請 再來第二階段就是礦泉用地的核定 就是實際採礦地的核定 那這個部分都是屬於經濟部礦物局在管 但是你要做這個礦業權核定的時候 你都不用經過其他器官 基本上就是除非在保留區 其他器官選屬裡面的保留區範圍之內 那你可能就不能畫之外 那你基本上是不用其他人同意就可以畫 那畫完之後 實際的採礦用地呢 你在畫定之前 你就要去跑環瓶 你就要去跑水塗泉實際化 就是你用這麼的水塗寶石 這兩個 如果假設你還涉及用地變更 譬如說本來是農木用地 那你就把它變成礦業用地 你還要跑區委會 那你可能跑這三個程序之後 才可以做這樣的礦業用地核定 那礦業用地核定之後 最後還有一關叫土地使用權的區域 因為我只是說你這地方可以採礦 可是地如果不是你的話 你就要去公有的 你就要去想辦法去租用 或是私人的人要跟他買或跟他租 這樣 對 不過他在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如果私人土地嘛 我不同意 對他們自己的 當然他們會很願意開產 可是如果是涉及到像其他人土地的話 如果不同意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使用 他就把錢放在法院 提存嘛 就直接可以把你家裁掉 他就採管 這是環瓶法第四十七號的規定 環瓶法也蠻可怕的 蛤 環瓶法也蠻可怕的 對很可怕 所以我們一直在 這是類似 這已經我們把學上叫類徵收的效果 類似徵收的效果 甚至他還不像徵收要補充的那麼多 他是用市價 你知道那種地市價多低啊 租金多低 他就提出那個很便宜的租金 就一直用 你就像前日有報嗎 一年租金才幾萬塊 台北租一個套房還便宜 他就可以住很大一塊 因為這些地相對的 在市場上面有交易價格 他的價值會相對低 租金相對低嘛 那就是這樣用 第一個是礦泉 第二個是 礦業用地 然後第三個就是 那個土地使用權限的取得 他三階段 對 然後這三個階段 然後這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當中 完全沒有任何公民參與 人家所有人都不知道 所有 土地所有人 當地居民 通通都不曉得 到第二階段 你是土地私有權人的時候 土地所有人 你才有可能知道 而且他也不用你同意哦 他說我告訴你有這件事情 你來表達意見 但是他可以不理你 他就是可以繼續合 後面你不同意 我也不管你 就直接開談 就是一整個 對土地所有權人的 財產權權跟生命的保障 非常地平衡 就是工業法很大 對 謝謝